连日豪雨冲刷土壤 让抽水战管线全外漏 这次二代新低气压过境 狭带的丰沛雨量导致淹水沉灾 重创南台湾 民进党立委叶宜津也赶紧回选去看灾 我们整个主要河川应该赶快下去盘点 什么地方因为这一次的大水掏空了 导致贪方或者掏空的 赶快给它补墙补救起来 要相关单位动起来 叶宜津指挥工程讲得头头是道 但环保署前署长魏国燕 却指出叶宜津在2015年 撕回当政协商决议 导致环境资源部组织法流产 从此河川至水无法一条龙 才害得这次半个南台湾全都泡在水里 他真的是搞错了 在第八届的第八会期 我不是党团三长 所以没有签组织法 不是我 我不是三长 他弄错了 谢谢他的台爱 但是我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的指控 也非常奇怪的逻辑 我不认为说设置环支部 难道设了环支部 就不会下雨 就不会淹水了吗 这是两回事吧 夜已经极力澄清 但这场雨确实吹袭南台湾的治水保证 就怕这周即将报到的封面 让大水噩梦又上演 比起打口水战 中央地方政府不如赶紧抢救灾情 欢迎新闻成员为许国豪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